为鼓励施工团队既有参与金安奖 提升整体营造施工安全文化提升 南市劳工局于今7月5日上午 于台南市关子岭副业温泉会馆会议厅 便理高阶主管论坛活动 卓越标杆工程金安安全品质最佳典范论坛 邀请专家学者以及获奖事业单位 从评奖食物及简载做法等不同面向切入探讨 现场约100位产官学界代表参与 期盼透过互动分享及交流研讨 发挥标杆学习效益 带动各事业单位持续精进防灾作为 保障职场工作者的安全健康 落实黄伟哲市长打造希望家园职安城市的愿景 劳工局长王兴基表示 谢谢我们亲会 来郭舅舅 我觉得很高高兴 我第一次看他 他会支持这样的重要的会议 再次将相给他肯定了 今天代表会上抱着感恩的心 来参加今天的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会议 当然要感恩我们等下担任专题演讲 及我们指示人的盘教授 第二个我们的团军理跟科军理两位 等下次来跟大家分享 他们如果在现场构实相关的规定 而得到奖项的部分 当然我们高宫我们真的很感恩 学校端除了来跟我们同一同参加这个活动之外 平时他就因为高宫在我们台南市首席的高主学校 他也说工科 工业类的这样的一个科 所以他能培养出来的学生 一定知道在学校里面就要炸梗 让他到职场上知道规定是怎么样 所以说跟这个学生 你一要上职场 不然参与市场达人 我再想起这位派人绝对不能脱工减料 我讲的脱工减料就不是说要有个方便 而求快就输入掉相关要注意的事情 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整个产业区的各位主任 我们很感谢大家共同来参业 当然相对到我们在市场上 我们各类别的工会 工会工会理事长 我们感谢大家 还有今天所有共同参业的各位好伙伴 大家好 好 那这点市场公安的事情 真的是不分你我谈 尤其是为了市场推动的希望家园 就希望刚才我们前卫所讲的 大家早上都能够抱着 愉快高高的心情和出门 我们就想起这位派人 有把好的心情带到市场上 我们共同的努力 那效率一定会很高 最重要就是要维持整天的工作内容 晚了完成 都抱着平平安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回到家里享受天伦之乐 这个循环一直一环一环扣在一起 永远不会被中断 这是为了施葬 推动希望家园最要的一个精神所在 所以我们为了要推动 发生的时候 我们还都是会去关心 但是最重要 要大家推动 我们得到这样的奖项 我们得到这样相关 我们这样的一个所谓相关的奖项 也值得利用他们的经验 尤其今天潘教授 因为他是平衡委员他看的最多 应该很多这样的切入的角度 我会来跟大家做分享的部分 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 另外一个部分 我也拜托大家 因为实际上在智商上 大家真的就是会觉得方便 觉得就是这样做就对了 因为这样做也是会对的 我再回想一下 实际上我们台南的这样的一个 直带牵人力也是比较高的 就是他们被我们相关 一直被刮到的部分 当然我们检视起来 刚才我们前卫有讲到说 今天来大部分就营造一堵关 我们今天检视起来 台南的这样的一个 营造工地的建树是 可以说是全国 可以说是处于指令 南京台南 因者要真的就是 这边也看到在盖房子 那边也看到在盖房子 所以这边就产生 我们的比例就比较高 但是我们在相关的议题 不能这样讲 这不是原因 我们一定要如果当它 降到最低的部分 那刚好 这个会议 这个议会 的一起的时候 刚好我们 王赵会 王毅也 因为上一阵子 台北刚 因为 装冷 检修冷气机 冷气机下午下来砸到 一个大蟹栓 让他离开我们的 结果他可能看到这个议题 就在这一次他特别 其实网路抓了几张 安装冷气机的罩件 就趴出来 那个真是随时 如果稍微闪失 真的会掉下来 当然 我们这样的过程都在检视 我们在装冷气局 检修冷气局 那可能 那两天 刚好 我们又有一个 在我们永华路 就在消防局对面的大楼 我们有清洁工 又会怎样 维护窗户的清洁 就趴到 就跑出窗户之外 很大胆的这边插玻璃 那这个我曾经在新极工业区 新极工业区里面 我就跑行程 就看到一个真的 就是跑到外面 我赶快 既然因为有些工厂的大门 你不是关了 我说 我说我是什么 你刚刚有一个清洁工 跑到户外来插破点 你若接着不能划山 我就是 只能今天这样过 那隔了 又隔了两天 就上个礼拜而已 这一大早 我们的媒体就追了 我们在公演北路 有一个为 因为要换女器机 在四楼 结果我们两 为你辛苦的工人 老公伙伴 就是在四楼顶 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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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下面 因为他是用路由的 他就丢到媒体 路由下面 骑到摩托车 这样一直过 那万一闪失掉下来 真的是长大人的部分 所以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 拜托大家 能够漏死的部分 他会觉得我肚子 稍微扭起来 就这样就好了 就是有些小细节 尤其 我刚才讲的 应该在工地上面 都可以看得到 可以说比较如何 遵守的部分 就是在工地也常常会用 对方去 所以我上一阵子也都因为 上一阵子 我们还是刚好一个在推 在推 在通泰鲁 在通泰鲁 那是 那个明西大人的工程 就包给营造廠 营造廠 叫泰鲁 泰鲁雍伟 我们的托运公司来 这样托运 这些泰鲁的部分 一样开对高机 那对高机岛 也要那个 开对高机的伙伴 也这样子离开的 当然 这个部分 也代表我们 各位 我们前当主任参导说 我们要提醒 这些劳工伙伴 开对高机 如果车几学要倒 要不要跳 要不要失跳 在这场里头 这场里头应该是不能跳 你跳的反而会 反而会更危险的部分 那 大前天 大前天 因为台南又发生一个 到了下午五点多 我们那个 那个老屋修缮的部分 他因为一个伙伴 到了下午六点多 开始就 暈倒了 结果赶快急救急救 因为他 防空修缮 把这个楼梯都打掉了 就不方便 所以我们消防局的伙伴 很辛苦 就先用工具 把他掉到别栋 别栋再把栋下收 还有是很平安的 但是隔天 媒体也在追这个新闻 在追这个新闻 刚好昨天 我到我们晨熙无奈 阿妹家族 我在想对 他晨熙无奈 工作场地的温度都比较高 我特别 你们照个规定 有没有相关规定 如果高温 然后体租要干嘛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所以这个过程 就是可以带 你这样跟他做 我们资料在资料上 这样很多事情 不是以我们的注意 而这样能发生的事情 那当然 前面是带着板 感热心 接着要代表者 拜着拜托的心 来拜托大家 等一下让拜托 我们的潘教授 跟两位经理 不可以安靠 全都感恩 今天都会搞的 台南这好朋友很用 另外一个拜托 如果现在眼睛看下去 我们延区的主委都来了 拜托回去 除了要求我们的 这样的企业 广东修庭 这位呢 高音修庭 这位要把台南的 职灾降到最低 另外一个部分 不要辜负 我们等一下的 潘教授跟两位经理的好心 回去赶快想 接下来明年 你们的演技里面 有谁勇敢的跳出来 要参加 这样的一个奖项 那么把它听好啊 或融业起来 好 再次感谢各位 谢谢 我们谢谢王教授 今日论坛包含专题演讲 及议题研讨两大主轴 首先 在专题演讲部分 邀请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潘黄生教授 以金安奖评见实物为题进行专题演讲 潘教授先指出金安奖 初审书面评审项目可归纳为包含落实度 有效性 工程特色和精进作为等四大要点 提醒参选单位不仅应呈现安全卫生制度计划 之说 写 作之一致 亦应展现安全卫生作为之具体绩效 此外 优于法令规定或创新作为 以及其他特殊优良机制更是获奖关键 在议题研讨部分 首先邀请第17届推动职业安全卫生优良工程金安奖 荣获金安奖最高荣誉特优奖 德范亚工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陈哲仲经理 分享 新达电厂燃气机组更新改建计划 科技减载实物应用 陈基里指出营造业数位化程度远落后于其他产业 透过数位转型将可解决缺工 公共工程流标 技术断层等困境 提升竞争力 我们一同来看片段 额外的一个备用 但是只要考虑到说 以后这个东西设备还可以用 或者是说我们如果有机会在流标到相关的工程 它其实还是可以再运用 事实上这个要跟工程是有点 因为工程那个规模的大小有关系 不过至少他们有花这个钱 事实上这个是老实说是小钱不是很大的 但是事实上对现场的开口 高处最弱房 最方便是帮助非常大的 所以像一般来人 在车站机场场对讨论三个东西 我们可以给他肯定说 诶真的确实是有效的 有效甚至现在 有些厂商对不对 我们像施工价都用475-0 减力价 就是矿度大概76-80 然后减力价 那事实上那是475-0 大概是标准价 它那个宽度是90公分的 还有1-80公分的 那是标准价都有 那我们现在也是说 鼓励来用 如果那个委员 比如说475-0 他们常常讲说 都用这种标 那个实验制 475-0的施工价 那标准价 那事实上目前有几家公司 他们愿意投资下去 事实上 一般土出来的都是用检价 但是事实上 他们有些人知道 他们愿意花这个钱 用标准价 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他们愿意投入行李 非常好的措施 就这样 可以 好 好 不想还有没有 我想请问一下 那个 现在针对那个 两个厂商的部分 那个高风险传递 高风险传递 高风险传递 我们知道就是透过 教育训练、协议组织 等等方面来做传递 那我想针对那个 如何 那将在成长商 除了教育训练跟 协议组织之外 如何把他 教育会 将这个风险的因子 传递给厂商 知道让他 怎么去遵守 传递 传递 就可以适用 所有的 圆寸的同潮 这个以上 好 谢谢 这个跟这位大哥说明一下 其实这个客制化的 那个三脚架 不管是脚 就是脚缸的部分 其实 你要做这个机制的时候 我们公司的常态性 大概就是 你要先济湿 经过减算 这个动作一定要减算 常常是业界上 就是直接买了 然后就用了 那你要针对材料性质 还有结构强度 去做一个减算 那基本上减算完之后 你有这些签证的一个资料 大概应该委员 他就接收度会比较高 他就是 即使科有计算 但是他还是坚持说 没法接受 那个 那个审察委员 还是坚持说一定要 老师 那第一个就是 我想请教学长 请建议 对 那我们现在 台南瓜工跟城大合并 那我们的建筑科 今年正式推广 所谓的BIM教育 那我们也正式成立一个高级 高级的实验教育班 就叫我们建筑科 那我想要 呃 请教一下 如果有关高级 我们一般在高二下 高三上 跟高一 然后整个去推展 BIM的一个职业教育训练的话 那 曾经你这边有没有 对我们有一些建议 很多课程的内容 那我们现在初步规划 是有一些 呃 呃 呃 诚 诚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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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有兴趣的师生可以到会公司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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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职安健康处处处长李宣昌表示 今日论坛活动现场反应热烈 在专家学者及各界代表参与及经验交流分享下 与会者对于金安奖评奖项目及营造工程减灾实物有更深入的了解 期盼透过今日的研讨交流激励南市营造工程落实安全卫生管理 卖向职场临职栽 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导